这边是警察在看着他们让他们撤离好像是 这边刘拉汉好像在这边他们做什么警察禁止他们在这扎堆 然后那边是洒水车在洒水 所以这个警察就是眼瞅着让他们离开 一个男警察一个女警察 就是不让刘拉汉扎堆 因为现在美国这边这个病毒比较厉害 然后这些刘拉汉扎堆的话会造成病毒的传播 我估计所以说警察呢就现在就责令他们离开 不让他们在这待 这个地方在冲两边的这些垃圾 每次这个地方都会有一些急事 就是有人练摊 然后今天呢好像警察是强行把他们驱散了 把他们然后在这看着让他们离开 他们有点不情愿的在这把这个狗啊 把这个摊啊自行车啊 把他都收走啊 小帅哥啊 这是那也没办法 警察下命令了 他们也没有办法 不得不离开 这边有一个露天的一个急事 人们在这块交易卖东西什么的 那边是一个警车在那停着 在那闪着警灯 就是说警察强行的驱离 把他们都 赶走了啊 不让他们在这块扎堆 现在美国的新冠病毒确诊的人数真的是挺多的 所以这些警察也是没办法啊 就是警察在这瞅着 让他们离开 就是这样的一种景象 也对吧 就是避免 他们在这扎堆 传播这个病毒 因为人一多了 一扎堆 这个病毒在局部就会传播 这边是哪儿跑水了吗 怎么这么多水啊 什么地方跑水了 还是就是单纯的在冲路面 这个脏水排出来 他们拿着车走了 它是一个板 然后这个板呢 有轮 然后他们走了 然后警察呢 盯着他们走 之后警察也该撤了 应该是 应该是这样 对吧 看看这个警察是不是也该走了 这个人在那冲路面呢 把这些垃圾 都用高压水枪把它冲走了 然后这边有市政的人在那边看着 这个警察在盯着他 严阵一旦啊 警察 拿那个黑色的金子蒙着脸啊 两个白人警察 这是个女的啊 骑自行车这个 他骑着自行车把这个电视拿走了啊 然后警察也撤了 警察看他走了之后 警察也撤了 这个女警察身材还比较苗条 这边的好多女警察身材特别胖 而且那个穿的衣服特别紧 那个肉绷的都等等的 就感觉跑不动一样 这个人拐弯的时候 在握着拳啊 在表示不理解啊 怎么站到啊你们 你们怎么能站到呢 看他们 开车走了 这个女警察开车 这个男的坐在副驾驶的位置啊 他们就走了啊 他的车辆编号是157 也算是警察强制的他们驱离 驱散 驱散之后呢 然后有这个工人 拿着水枪 把这个路面的冲干净 对吧 也对吧 这样的能够避免 这个病毒 传播的太广泛对吧 这边是充电面啊 这个车是小福特 有的时候是大福特 有的时候是小福特 这边是一个汽车修理行 好像是个华人的 写着汉字汽车修理 shocks and brake wheel 就是 shock就是 是不是喇叭啊 修客 刹车 车轮 修理 大体就这样咯 就跟朋友们分享到这里吧 看警察走了 警察开车走了 警察 警察开车走了 这边是地面啊 这个地面在这冲刷呢 刚才那个水不是 淘水了 是那个水管啊 水管